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我現在在陽明山 那剛剛呢 搭紅武 搭到陽明山公車總站下車 那現在呢 我們行走在沙茂路上 那今天呢 我們要走的就是沙茂山 沙茂山呢 有兩個登山口 一個是北側登山口 一個是南側登山口 那北側的登山口呢 就在沙茂路117號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前往這個登山口 好 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出發吧 這裡就是沙茂山的北側登山口 然後呢 旁邊這棟民宅就是 上茂山117-3號 所以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話 可以記住這個門牌號碼 好 那我們現在就從這個登山口開始吧 我們現在在沙茂山的北側登山 北側登山呢 基本上會比較平緩一些 南側步道就會稍微陡翹一些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由北側進路南側出來 或者是北側進出 那就看個人的喜好了 從北側的登山口一直走到山頂 大約要1.2公里 這可能會因為大家腳趁不一樣 所以一般而言大概可能半小時就可以走到了 沙茂山呢 它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西南側 海拔有643公尺 那它是七星山的寄生火山 因為七星山分發時 火山頸受到熔岩流阻塞而形成的 另外它的外型很像古代官員的烏沙茂 因此而得名 在沙茂山呢 它林下的植物其實可以是以蕨類最為優勢 那常見的就有像說台灣梭羅或是碧桶樹 前方呢 就是很有名的這個青草古墓 那過去呢 沙茂山因為傳說風水很好 而有人在這邊矚目 那最有名的應該就是這一座 它是建於1842年 那它是清末大道城有名的士生 趁夏令它的祖墓和它的女婢的墓 這個墓也聽說有很多故事 那這邊就不多說了 那因為這有可能只是椅兒傳了而已 剛剛跟大家聊了一些蕨類的部分 那現在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沙茂山的一個靈相 那其實在這邊可以仔細觀察看到 沙茂山山很多是屬於比較是人工靈 那這跟日治時期的一些造靈運動有關 那所以當時種的蠻多 像是這種大家很熟悉的柳山啊 那或者是楓香啊 山櫻花啊 這一類的就是靈種 我們到沙茂山的山頂喔 那前面有觀景平台 我們走過去看一看吧 這邊就是沙茂山的觀景台 那就是我第一次上來沙茂山 那這邊的景色真的是碳尾觀子 那前面是中三樓 群星山 然後下面是遊客中心 然後小觀音山 大頭山 這邊有颱風草 那民間盛船呢 在夜天上的自然摺痕的數量 可以預測當年會有幾次颱風 所以因此而有這個名稱 沙茂山的山腳點在這邊 這邊呢就是太子庭的遺址 那在1923年呢 日本御人皇太子到台灣尋訪 總督府特別以草山作為台灣三月的代表 安排御人皇太子到此訪查 因此建造了觀景良庭 來迎接皇太子的盜臨 但是呢 當時的皇太子在這個草山賓館行程結束 並沒有來到這裡 而是前往北投官網 著名的北投石 看完太子庭後 緊接著就是南側的步道 那這步道下去 就會走到大浮丹山口 前面呢就是大浮丹山口了 那有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沙茂山走完了 沙茂山藍側的步道 真的是比較陡峭 那相較於北側 我真的覺得是有比較難走一些些 會比較辛苦 那所以如果角力沒那麼好的人 也許可以考慮從北側進出 那可能會好一些 那登山口出來之後 這一條前方就是沙茂路 在這時候有兩種走法 第一種呢 我們可以往左 曲左行 然後走回到 雅明山公車總站 也就是這個方向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曲右行 然後可以去走到 半嶺水鎮的古道路口 因為我回公車總站 搭車比較方便 所以我又去左行了 在這沙茂路旁邊 下方呢就是很有名的松溪瀑布 半嶺水鎮古道 天母山就會經過松溪瀑布了 這邊是第一展望的公車站牌 那從這裡呢 可以接回到 就是天母古道 下方這條呢就是松溪 這邊就是天母古道的出口 從愛富山街這邊回跳 到沙茂山就可以看到這種沙茂的形狀 公車站牌就在前面了 那我們今天沙茂山 從雅明山公車總站 要開始走 經由北側的登山口 走到山頂 那再由南側登山口下山 那經由沙茂路 我們再走到文化大學這裡 總共大約2小時 3.7公里左右 那整體來講 我覺得 沙茂山的步道 還算好走 除了南側比較陡峭之外 那其餘我覺得 基本上都算是蠻不錯 在山頂的展望 也都是蠻好的 然後看到這個 七星山 大屯山 小觀音山一帶 所以這是一個蠻推的一條步道 好 那今天的我們的旅程 就在這邊搞一端的我囉 下次再見 掰掰